C罗的那次摸头,究竟是不是红牌? 各家仍然坚持己见,协助主裁判做出判罚的底线裁判弗里茨再三强调是红牌,因为C罗揪了穆里六个头发, 而游轮中场埃姆雷·詹吉皮亚尼奇泽认为这样亮红牌简直像是儿戏,意大利媒体的主裁判弗里茨的评分无疑超过4分,都领起月报干脆亮付0分,当时由于位置并非最佳, 主裁判弗里茨首先选择了征求底线裁判弗里茨的意见,得到他的肯定后,才向C罗出生了红牌,再后接受采访时,弗里茨言之早早的表示红牌无疑,而且连着说了三遍,给出的理由则是他抓了对方头发,游文秋元显然有不同意见, 埃姆雷·詹表示,我听说罚向克里斯蒂亚诺,是因为他揪了姆里茨头发,太可笑了也,我们是踢球的,又不是女人打架,如果这种情况也愿红牌,那么足球场上所有的犯规,都应该是红牌了,提亚尼奇泽表示,那张红牌,现在的足球实在太疯狂,其实上半场我们就应该三球领先,能够在识人作战的情况下取胜, 让我想起了两年前对郑梁的比赛,当时,我们一路杀进决赛,希望本赛季也能有好运,意大利媒体纷纷给主裁判布里赫两分,共和报给了四分,万邮报也是四分, 媒体三点五分,新闻报三分,游文所在城市的德林匹预报,则干脆给出零分,兜体表示,助理裁判也是零分,是凭助理裁判应该及时纠正错误, 郑物人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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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他在渡厂的下渡中央行为了一段时间, 敌人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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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在寒闭,扛商人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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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哀疯独。